大家好 我是小编雅芳 又来到熟悉的空军航空开放活动了 在今年的空军装备静态展示区 和以往大有不同 今天我们邀请了军事专家王明志教授 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 王教授您好 您好 今年的空军进展是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从这个布置上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它分为两个大的板块 一个是无人级的板块 另外一个是有人驾驶飞机的板块 在无人驾驶飞机的板块中 展示的这一架无人机就是无真实飞机 这是一个执行电子侦察任务的飞机 在作战过程中间 它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后面的这些板块主要是一些有人驾驶飞机 在有人驾驶飞机中间 第一部分就是教练机 第二部分是执行自空作战任务的 第三是执行对地出击任务的 然后是这个直升机和运输投送 以及空中预警机 这个教练机中间它是一个全系统的 包括有赤胶6 教8 尖教9 一直到教10 还有轰运教练机 在这个中间教10是非常有特点的 它是一个比较先进的战斗教练机 这一款飞机它的航电火控系统非常先进 完成这一型的训练任务以后 可以加快改装成殲20的这样的飞行员 所以这一型飞机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个执行自空作战任务的飞机中间 展示了歼10C 还有歼16这个飞机 特别是歼16应该是在这一次的这个 展示中间是第一次亮相 此外还有空军500S 第一次在这个地方进行展示 它是一个空中信息的节点 应该说它在空中相当于一个神经中枢 通讯枢纽 而且是一个千里眼和顺风耳 现役的有人机装备中间 不仅包括固定义飞机 而且还有这个旋翼机 就是直升机 空军的这个直升机 已经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体系了 之间的这个功能实际上是相互这个衔接的 像G-8K它可以进行这个投送 而且可以执行一些搜救任务 5-10主要是执行对地的攻击任务 也可以争夺超地空的直空权 G-20是一个通用的这个直升机 可以完成一些投送任务 包括加装一些模块以后 可以担负指挥控制 侦察 还有电子干扰这样一些这个任务 空军现役装备的展示这一块 从无人机到有人机 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 特别是在这个体系中间 新一代的这个飞机 它们在整个空军的装备体系中间 已经是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那么这个空军500A作为神经枢纽 它可以把空中作战的各个这个单元 子系统揉合在一块 构成一个完整的空中作战体系 除了刚刚教授介绍的现役飞机展区 还有地面装备展区 和退役经典飞机展区 欢迎大家前来观展 感受大国重器的魅力 见证人民空军的发展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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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